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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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繼續講世間正見 上次有特別提到 世間正見的第一條是 知善知恶 知善惡 那善惡的定義就是 你的心要清淨 而且第一個條件是 對眾生要有利益 長期的利益 那是善 那惡呢 就是對眾生你的心意 你的意圖是不清淨的 那對眾生又有傷害 可是單單知這個善惡 夠不夠 就能有足夠的世間正見嗎 不夠的 因為你知道善知道惡 可是你 你不認為你行善 行惡 有任何的夜報的話 那這還不足夠 完全地了解因果 所以你還要知道 夜與報 一切業 一切行動 行為 都有它的果報 那所以我上次就 先跟大家分享 那個佛說善惡因果經 那我上次只是講到 我們的身體的果報 我們的身體的果報 是怎麼樣子的 有什麼樣子的業 而產生的 我要繼續的講 關於十二業 它所產生的 是怎麼樣的 那個業報 那經文說 那經文說 佛告阿難 如相所說 種種種種苦 皆由十惡之業 上者地獄因緣 中者畜生因緣 下者惡鬼因緣 那這意思就是說 眾生的一切的苦啊 來自於十惡業 十種惡的行為 而產生的果報 那如果對眾生的這個 傷害很嚴重的話 那它會得到地獄的果報 如果是中等的 對眾生的傷害是中等的 那就是得到畜生的果報 那如果是次等的 就是下比較輕微的 那有可能是得到惡鬼的果報 那更輕微的是得到什麼果報呢 那就得到人 人啊 得到人生 可是得到人生 它會有 它要 必須要經歷的這個痛苦 所以經文就說 於中殺生之罪 能令眾生 堕於地獄畜生惡鬼 若生人中 就是說如果沒有造成所謂 重罪 中罪 或輕罪 而且它得到人生的話 它會得到兩種果報 第一 短命 人的短命不是偶然的 它是夜報 第二 多病 我們很多人 生來 就想要健康 長壽 想要少病 可是實際上 這個都是 就是說 都是夜報 那過去視照的夜 產生今生 今世的這個身體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它這個就是 得到人生 這叫做飲業所產生的嘛 好 那滿夜就是說 你這個身體 如果你剛開始 你小時候的時候 你很多病 那連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可能活不過幾歲 可是因為你的 種種的行為 你的懺悔 你的種種的 那個更正你的行為 那你有沒有辦法 在滿夜上面有所改善 可以的 那你就 無形當中 在你的 這個夜報的話 你就可以 慢慢的調整一下 讓你的身體 還有你的這個壽命 可以這樣子多增加一點 可是 它還不至於 能覆蓋住 過去式的所有的 這個 那個 夜音 夜的音 所以這個報它是 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程度的 可以改善的 可是 不可能 完全的 否認掉 過去式的這個夜 所以我們對自己的那個 生命的長短 我們要有正確的認知 還有我們多病的話 我們要多懺悔 那我們多懺悔的時候 我們可能我們的病 我們病痛 我們不會說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我 不是 就是我 因為這是 一切 這是我所造之音 而得的果報 這樣才是正確的認知 節道之罪 異令眾生 墮於地獄畜生惡鬼 若生人中得兩種果報 如果偷竊別人的東西 在過去式 那今生會得到兩種果報 一者 貧窮 二者 貢 財 不得自在 那什麼叫 貧窮很明顯 你不管多聰明 你不管多努力 你再怎麼樣子的去 想要存錢 你存存存存存 存到一個程度 突然間 遇到一個病痛 一個什麼事情 或者災難 那你就錢又沒了 又要從頭 又要開始在累積 就是說你這個貧窮是 你的環境 還有你 你自己本事再怎麼樣的努力的話 都會遇到一個瓶頸的 那這肯定是 過去式的 偷到的 得應得到的果 那第二就很有趣了 共財 不得自在 就是共同的財富啊 不得自在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 很輕鬆的 自在的去運用 那這個是代表什麼呢 就好像你 你生在一個很有錢的家庭 可是 那個家庭不會讓你餓死 也不會讓你沒地方住 可是你沒有 動用財力的 的這個 這個決定權 就像夫妻一樣 你老公可能很有錢 你太太可能很有錢 可是他就不讓你用 他不讓你使用這個東西 你不得自在 共財不得自在 那為什麼 這也是 過去式的那個 偷到的這個業 而得到的果報 那這個可以舉好多例子 有一些人 很多人啊 表面看起來 好像財富很 很巨拙 穿得也得體 那個 所受的那個 教育也很好 可是實際上 他有一個 內心 他有一股悶氣 他沒有辦法 講給任何人聽的 就是他 什麼東西 他的在財富 不得自由 都被限制住 不管是從父母也好 結婚之後也好 或者他的工作也好 他的生意可能做得很好 可是他那個生意 工作都還有 所以他的那個公司 還有負債 種種的 他就是沒有辦法 自在地運用財富 這就是共財不得自在 OK 邪淫之罪 若生人中 得惡種果報 邪淫就是 對自己的伴侶 不爭 不爭成 有悅鬼 有對外 就是在外面 有外遇啊 種種的這樣子 不管男女 男男女女 就是說 有邪淫的這個 這樣子的 過去式的業的話 他在 得到人生的話 會得到兩種果報 第一 富不爭良 就是說他 富或夫都可以 就是說他所結婚的對象的話 對他不會很忠誠 他一心一意的 想要有一個很好的婚姻 可是對方就是 會出軌 他明明就不是要找一個 會出軌的 可是他的姻緣 為什麼會找到 跟這樣子的人呢 可能連結婚之前 這個人還滿守規矩的 結果 在一起之後 共同的產生一些財富 財富沖昏了頭腦 不管男或女 就開始 就出軌的現象了 所以說 對方的這個品德 要有變化 那第二個呢 是 常常爭吵 結婚之後 一天到晚在爭吵 都沒有辦法和和 不管再怎麼樣的努力 隨順他也好 也沒有辦法 跟他吵也好 就是反正一直都在爭執 是 妄語之罪 得兩種果報 一者多被毀謗 二者 橫為多人所狂 多被毀謗 不是故意的去做什麼 說什麼 讓人家毀謗 就是常常 就是會有人 無緣無故的 看不慣他 就想要毀謗他 連釋迦摩尼佛 當初在世的時候 他都受到人家毀謗 你們都應該知道那個故事 有一個人想要 有一個外道的老師 他看不慣釋迦摩尼佛 就是說有那麼多的弟子 他就故意找一個人來毀謗他 就是找一個女孩子 那個肚子 那個衣服下面 裝一個圓圓的東西 說什麼 那個釋迦摩尼佛 把他搞那個 懷孕了 就來告狀這樣子 那釋迦摩尼佛 看著這個人 在當眾 大眾面前毀謗他 他什麼都沒有說 所有的弟子們都 覺得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那個人 那個女 那個女孩子 他得意 很得意地說 他好像毀謗了釋迦摩尼佛 大家都相信了 結果他 一轉身 哇 那個圓筒 掉下來了 哇 原來 他沒有懷孕 他在 可是這種 連釋迦摩尼佛都會遇到 因為釋迦佛也有說 過去是 他也有 就是妄語的因 而得到這個樣子的果報 所以我們有一些人 就是說 你再怎麼樣做得清淨 清高 都不要渴求說 你在這個世間 大家都懂你 沒辦法的啦 如果你那麼在乎你的名 希望沒有 你做到時候 就是沒有人可以有什麼意見 對你的才華 對你的道德 對你的種種的 就是只能讚嘆 不能毀謗的話 哇 那你過去是 在這個妄語的口業的話 你要守得多麼樣的清淨啊 很難的 所以大家要清楚的了解 有人毀謗你 縱使你沒有做錯 你要了解說 這個就是一個夜報而已 你就欣然的接受 你不用生氣 你甚至要回向給他們 毀謗你的人 希望他們的口業能更加的清淨 不然你過於在乎你的名聲啊 我看到的大多數 尤其是學佛的人 修行的人 自認清高 自認就是自己修得多好 別人一毀謗 哇 就怕得要命 怎麼可以這樣子說我呢 我這麼修行 這麼樣子的安分守己 怎麼可以這樣說我呢 結果他就為了要追求那個清高 他就進入所謂的 多做多錯 多說多錯 少說少錯 最後一句是什麼 不說不錯 什麼都不說 我不說法我就不會說錯法 我不說人家 我不糾正人家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什麼都不承擔 那個叫做不承擔 菩薩道演變到自己 就為了清高 要為了避免人家毀謗 而該承擔的不承擔 那是多麼可悲的事情啊 那是沒有辦法成就道業的 所以了解這個業報 這個妄語 過去式的妄語業 能帶來多被毀謗 你如果常被毀謗 你要懺悔 懺悔不是 不見得是懺悔今世 你沒有做錯啊 你今世就是 該說的就說 不該說的不說 可是你過去式呢 那你要去懺悔 你要回向給毀謗你的這些眾生 那 很為多人所狂 就是被騙 常常會被騙的意思 如果你過去式常常講謊話 你今世很容易會想很多人想要來騙你 你會有 因為你過去式造的這個因 這個業 而產生會這樣子的爆 還有再來 兩舌之罪 得惡種果報 一者得破壞眷屬 二者得必惡眷屬 兩舌是甚麼意思 兩舌就像那個 毒舌的舌頭一樣 他那個舌頭是分開的 這樣子分擦的 兩舌就是前面說一回事 後面說另外一回事 表面跟你很好 後面說你的壞話 那就是兩舌 那這樣子的過去式的業 會得到甚麼樣子的果報呢 就是第一 得到破壞眷屬 就是你的親人 就是很不融合 親人就常常互相傷害 講話都是很 就是說都是這樣子 沒辦法和諧的相處 自己的那個眷屬 那另外一種叫做 避惡眷屬 就是想要傷害你的眷屬 要讓你不得好死的那樣子的 那個親朋好友 尤其是你的眷屬 就是說你的 就是說親人啊 最親近你的這些人 所以我常常遇到 不一樣六個國家 不一樣的國家 每個人都說 為什麼我有這樣子的弟弟 哥哥 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 這樣子的舅舅 這樣子的眷屬呢 佛經說 因為過去式 有兩舌的 這樣子的業 所以你會得到這種報 惡口之罪 得惡種果報 一者常聞惡聲 常常聽到別人在罵 罵你或罵別人都一樣 就是那種環境 都是很惡口的 就是不是一種很有文化的表達 就是這樣子惡言惡語的 常常要聽到這種東西 這樣子的環境 第二種是 所有言說 恒有征頌 你所說的很多話 你清清楚楚地表達 別人都會誤會你所說的 因為你過去是惡口 你惡口就是說 你表達一件事情 縱使你是對的 可是你就要人家 置人於死地啊 那樣子罵人家 惡口 那產生對別人的那種傷害 你不是規勸他 你是罵他 讓他沒有尊嚴 讓他很難下台 下台階 那你就 你這樣子的果報就是說 當你表達一件事情 你表達得再怎麼清楚 別人都覺得 嗯 這個不清 就是會想跟你爭啊 會跟你爭執這樣子 奇語之罪 那奇語的意思是什麼 是 東說西說 什麼不緊要的東西 就浪費時間的那些說法 什麼我過去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一天到晚都在講自己的過去式 都沒有搞清楚別人要不要聽 自己就一直在那裡講 或者甚至於是說 講一些不好的那些笑話 根本不好笑 有傷尊嚴的那些話 那些奇語 那就是奇語 就是沒有任何的意圖 意義的話 這些都是屬於奇語 黃色的話 什麼的話 都是奇語 那講這種話 它有兩種果報 一者 說正 人不言受 說正確的事情喔 有關緊要的事情喔 人家聽都聽不進去 就不把你當一回事 奇怪 你就覺得說 這個事情這麼重要 為什麼我講它聽不進去呢 就是因為你有那樣子的業 奇語的業而得到的果報 這個只要懺悔 它會改善的 另外一種是 所有言說不能變了 你所講的表達的事情 人家聽不清楚 搞不明白 好像你在繞圈子一樣 那這些就是在這個 佛說善惡因果經講到的 關於果報 它還有更多 我只是提出一些 日常生活比較有能用的道的 跟大家分享而已 我剛剛特別講說 如果我今天解釋 關於這個因果經的東西 大家都沒有聽懂的話 而且我這麼努力的解釋 那也是因為 我過去是這夜報所產生的 我現在講那個 佛說輪轉 五道 罪 福報 應經 佛說 輪轉 流轉的意思 五道 就是 天道 人道 惡鬼道 畜生道 地獄道 武道 罪跟福的 報應的經 人若豪貴 豪華富貴 身父實望 身父實望 就是有很多的名望 得到名望 萬人仰守時 受到很多人的尊敬的時候 從術士 敬禮諸佛 前奉三保中來 就是說當你得到很多 有富貴 名望 受到很多人的尊敬的時候 這是因為過去是 從尊敬禮拜 諸佛 牽承 在三保中修行中 而得來的 這個果報 那這個裡面呢 這個 輪轉五道 《罪福報應經》 它現在我列出來的是 有六個 它是關於 敬禮三保 還有再來 不失慈戒 忍辱 精進禪定 智慧 就是這 個別個別的修這些的話 它會得到怎麼樣的果報 是屬於正面的 剛剛上一部經講的是 做錯的 得到的那個惡報 現在是講說 你做對了 行善了 行了六度波羅蜜 你會得到什麼樣的果報 第二 人如巨富 巨大的財富 財寶無限 富敵侯王者 從術士 術士 過去士 慷慨不失 樂善 不倦中來 樂於行善 毫不疲倦 不厭倦 不厭倦 這樣子 得來的 才會得到很大的財富 人如常受 身體 康強 毫無病苦者 從術生 嚴修大戒 就是持戒 嚴格的 修持戒律 持災 戒殺 殺中來 就是說 人的常受 健康 是來自於 就是 不殺生 還愛護生命 還有持戒 得來的 人如品貌超越 就是你的外表 就是很卓越 看起來就是很漂亮 很英俊 很瀟灑這樣子 性情溫和 令人生靜著 從術生 就是術士的生命 度量寬宏 忍入 不絞中來 不計較的意思 忍入而不計較中來 這就是修忍入波羅蜜 而得來的果報 人如 樂修 福慧 不交 就是交慢的交 供高我慢 交慢 不快 不急躁 始終不懈者 不懈怠者 從術生 參求大道 勇猛精進中來 就是人 如果修精進波羅蜜 他 他就會 能修福慧 不交不快 始終不懈 他今世 他的行為就是這樣子 人如 人如 氣度安詳 沉靜寡言 善於審查 不輕舉動者 從術生 修習禪定 心不妄動中來 如果有一個人 如果有一個人 他的 氣度 安詳 沉著 安靜 寡言 該說的說 不該說的不說 不說廢話 善於審查 觀察的話 不輕舉妄動 那這種人 他是因為過去是修了 禪定波羅蜜 第七 人如 開明特達 這個開明特達 是屬於他的智慧 善解生法 很深的 這個法 事項 種種的世間的東西 他能 很深入的理解 讚嘆妙意 聽到妙法 他會讚嘆 開悟 愚蒙 他有辦法 開啟人家 幫助人家 走出他的愚痴 開導人家 人間其言 莫不像話者 就是說他在人間所講的話 大家都會很想要聽 很想要 他很容易被射受住 這個是從術生 修 般若的德行而來 修智慧而來的 因為他燃燒著智慧的火炬中來 就是修智慧波羅蜜 所以這 他就特別的提到 這部經 他提到 修 這個 菩薩道 歸淨三寶 再來修六度波羅蜜 會得到的 金式的 怎麼樣的這種果報 而且怎麼樣的行為 他這樣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審查我們做到 我們這個當中做到的極點 那不夠的我們就加強 那做得很好的 繼續的這樣子維持下去 那我今天解釋了這個夜報 真實夜報的那種呈現是怎麼樣 可是它呈現我們知道 那它的後面的規矩法則呢 下次繼續解說 阿彌陀佛